中文字幕 李宗盛 14克差不多 刚我用15克稍微有点压力打 它这个粉碗的结构压到一点 往下压一点 压下去了 往下倒是你的碗 哎 慢慢出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这个油脂很厚 这个油脂很厚 然后一下就好了 不行 嗯 这不是你的水瓶呀 对啊 瘟了 不好来 水要加满 水要加满 没有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这里是摩托人咖啡研究所的银河西喝咖啡指南 我是你们的 今天呢寄来了这个瓦卡口的一个新产品 这个的名字叫做Picco Prezzo 它的外形跟它的之前那一款便携的手压咖啡机蛮接近的 然后这款机器呢 我看到是在6月底的时候 各大电商平台是有开始预售的 好不容易借到了一台 然后也用了几天 不得不说瓦卡口的设计 它的使用的体验还是一直非常在线的 如果你有用过的话 你一定也会认同我的看法 这期视频呢争取做个首发 因为我发现B站上面拍瓦卡口的设备的 up主还挺少的 不知道为什么 先说一下这台设备给我的感觉 拿到手的第一感觉 它的分量感还是蛮十足的 因为是借来的也不是全新的机器 所以也没有说明书 没有包装盒 我不知道它包装是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打开之后其实是有被惊讶到 这么小一个机器 它所有的配件也全部都藏在了这里面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上面是它水仓的盖子 在它的水仓里面 一根针应该是用来防止里面一个管路堵塞的 一个刷子 一个接粉环 一个压粉器就粉锤 然后打开它的下半部分 应该是它的一个保护盖 拧开 拧开之后它下面这个去掉 这里是它的粉碗 粉碗里面还有一个勺子 然后这里有个它的分水网 分水网其实是不用拿下来的 所以这么小的体积里头 它把便携还是做的比较极致的 就是我们所有的配件 就这么多的配件 包括接粉环粉锤这些 全部都安排在这里面了 我觉得这点在刚开始的时候 算是给了我一个比较大的惊喜 第二点是另外一个比较惊喜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会发现它的结构是这样的 正常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在水汤里面加水 然后通过挤压 沾咖啡粉直接压出来 用过老款的会知道粉舱的容量比较小 而且如果你的粉非常的细的话 压起来比较累 但是这一块它直接是做了一个无底的设计 用了一个偏半自动咖啡机 用到的这种无底的粉碗 也就是我们能够在萃取的时候 像一式咖啡机那种无底粉碗一样 去看到它萃取的一个状态 片头你们也看到了 就是它这个无底出液的状态 我觉得还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毕竟这是一台便携的手压咖啡机 是不插电的 在出这么多油脂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台的按压的力度相对来说 跟我之前用过的其他品牌的相比 这个按压的力度不算太大 可以接受之前用的好几款 当你一旦用到机器粉的时候 几乎是完全压不下去的 这款我都是直接用我意识机配的磨豆机的 意识的研磨度去做的 它的粉量的话 试了一下可以装到14 15克 那样的话会稍微有点点吃力 但是你把粉量稍微减一点 我觉得它的问题是不大的 我再来用一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粉我换了一台磨豆机 好像比之前用的稍微粗一点点 我们来试一下 然后我刚刚用了14克的咖啡粉 14.3 这个粉锤下面是金属的 如果拧下来的话上面就分塑料的 整体上的质感还可以 然后压粉的时候我们可以拿起来去看一下 有没有压平 然后我们将咖啡粉装上 考虑到加入热水之后 它的水还会有点下降 所以我直接用98度的热水倒到9分满 我现在倒的是60多克的水 实际上我们出到想要的液量之后就可以停止了 然后我们通过挤压的方式就可以将浓缩挤出来了 这个操作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唯一我觉得它整个设计上美中不足的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在挤压它的时候施加力之后 手多少会有点不稳 所以在晃动的时候 虽然我们能够通过低头去看到它油脂 看到它咖啡液体出来的状况 但是因为晃动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从中间出来的 美观的感受上面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缺陷 最好是能够出了什么配件 能够将它固定住 这样的话我们操作会方便更多 然后每次想要看的话 还得低头使劲看 出来了出来了 这一回的无底 我把粉磨得粗一点 它还是有点往外滋的 出来30克的浓缩 我的粉磨粗了 而且它的浓缩没有什么creme 我们还是不要这头翻车好了 就是说如果你的咖啡粉比较粗的话 你的粗液的状态 会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还是尽量要用比较细的咖啡粉 才能够获得一杯更加接近咖啡机出来的浓缩的浓缩 我相信之后很多人去买这台咖啡机 也就是为了想要通过不插电手爱的方式 去获得更浓郁更有creme的浓缩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说 绝对对的 把一打在公屏上 但是如果没有人打的话 是不是会很尴尬呢 不管了 我再来试一杯把粉再磨细一点的 然后我们再来一次 出来出来 它这个页面的状态还是很好看的 只不过因为手一直在抖 所以你不知道 它是不是从中间集中下来的 然后我们用1比2的比例 将咖啡液吹到28克 到了 CREMA的厚度还是可以的 CREMA的厚度跟它的颜色 并不能代表说咖啡风味绝对的好坏 也不能代表这台机器绝对的好坏 只是说它能够做出这种比较真实的CREMA 它里面其实它能给到的压力还是足够的 所以能够更多的萃取出我们咖啡里面的东西 更接近更还原更像一杯ESPRESSO 我来尝一下 这个豆子用的是一款iSID的日晒拼水洗 跟它平常在我们商用机上测试的结果相比 它的浓度稍微低了一点点 比起来它最好的状态有点水 它的温度虽然我放了98度的热水 但它出来之后入口的温度还是比较偏低一点点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考虑一下在萃取之前 将它的过水的通道 将它的粉碗 将这个杯子都进行一下预热 这样能够获得一杯更好的动作 但是毕竟这种产品它的设计的初衷 是为了方便我们便携 或者在其他户外的场景 获得一杯好喝的咖啡 所以我觉得它已经很不错了 真的算是目前我用下来觉得便携的 手压的咖啡机里面比较愿意携带 操作比较方便 设计感比较好 也不占地方 也不费劲的一款 说这么多好话 WAKAKO是不是该给我打钱 可惜了 过两天这台机器我还寄还给我的朋友 等它比较好买之后 我可能也会考虑去搞一台再去玩一玩 我觉得带出去作品浓缩还是确实是蛮方便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对这台机器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或者私底里面去问我 我是你们的Captain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